音楽 方氏就是想要贏中國 就是一直想要贏中國 反而是對家人 還有一些支持我們的一些團隊 會比較有壓力而已 我們很團結吧 就是很相信對方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是一起努力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氛圍做得好 團隊氛圍做得好 這批選手的心理素質還蠻強的 包含我們教練團 所以其實我們不一直把一些報告 跟一些情作把它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一下去的時候 你把這些東西工作做好 反而你的緊張程度是降低的 如果你去想說我一定要贏 或是我打輸了怎麼辦 那反而是沒辦法把這個工作做好 蠻興奮的就是 而且那時候贏的時候不知道 用什麼方式去表達我那種 很快樂的那種心情 因為這也是第一次 就是我們在大比賽這樣子 其實200其實中國是強項 他們短距離是強項 但我們的強項是長距離 所以一千公尺我們其實沒有在擔心中國 那個中國隊 所以一千跟五百我們就 按照我們平常練習的那種 練過的方式就拿來比 就下去比這樣 備戰亞運在整個比賽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不會去考慮到說所謂 是不是關注度高或不高的問題 那因為第一場對韓國打 打輸了五局 那其實後面休息個兩三天 其實我們一樣在練習場地在練習 其實我沒有多特別的去 去提醒選手說 到底你的心態要怎麼 我只有一個很簡單是說OK 那場比賽 已經破了某一個體育台的收視紀錄了 那相對之下還沒有媒體 網路的排名還沒有算下去 我想說大概差不多全台灣 20萬人去關心這一場比賽 那如果我們下一次 如果假設又遇到韓國隊 如果最好是來一個甜蜜復仇 跟韓國隊站起來 大家是非常興奮的 因為其實韓國他們正宗的幾位 球員都是非常有名氣 甚至是說我們這些 就台灣的球員球迷都會 都認識這些韓國的選手 所以其實大家在跟他們對戰起來 是非常亢奮 因為一方面可能想要跟他們 有一個想要跟他們較勁 然後想要知道我們自己的實力 可以到哪裡 那雖然都是五局落敗 但我覺得我們是有這個實力 可以跟他們抗衡 其實我對這兩場比賽 對這些小學弟來講 其實打了95分以上 因為我們中華隊跟韓國隊的 身價如果相比的話 應該差20倍吧 所以我只能說 其實我們台灣的排球 在國際上面 在亞洲上面是可以的